全唐诗卷7836 赛玉永禅 洛宾王 西路缠声唱 南关克思寝 那看玄殡影 来对白头银 路众飞难尽 风多响一尘 无人信高洁 谁未表于心 全唐诗卷7836 赛玉永禅 洛宾王 西路缠声唱 南关克思寝 那看玄殡影 来对白头银 路众飞难尽 风多响一尘 无人信高洁 谁未表于心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深秋季节 西墙外 寒蝉不停鸣唱 缠声把我这囚徒的 愁绪带到远方 怎堪忍受 正当悬病盛年的好时光 独自引用白头银 这么响伤的诗行 路众赤薄 欲飞不能 事态多么严谣 风多风大 声响一尘 难保自身方芬 无人知道 我像秋缠般的清洁 清廉高洁 有谁能为我表白 冰晶玉洁的心肠 这首诗作于唐高宗 一奉三年 公元六百七十八年 当年 居居下流十多年 刚升为御史的 洛宾王因上书论事 处武则天遭屋 以贪赃罪下御 此诗是 洛宾王身陷淋鱼之作 洛宾王 唐代文学家 自观光 勿州义乌人 曾任林海城 后随行政起兵 反对武则天 做陶武西文 兵败后不知所踪 或说被杀 或说为僧 他与王伯 杨炯 卢赵林 以诗其名 为初唐四节之一 有洛宾王文集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于心